伟大的物理学家霍金也对黑洞有过非常深的研究 在过去,大家认同黑洞只吸收不释放 是一个有去无反的单项膜 而霍金认为,这违背了宇宙的商增理论 正确的认识应该是 黑洞在吸收物质的同时也在释放 霍金把量子理论效应引入了黑洞研究 证明了从黑洞世界附近会蒸发出各种粒子 这种粒子的谱犹如来自黑体的辐射 随着黑洞质量降低,温度就会升高 最终导致黑洞的爆炸 这种现象也被称为霍金辐射 简单来说,黑洞就是一个密度无限大 热量无限大,时空趋率无限高 体积无限小的起点 以及周围一部分空空如也的天体 现在,科学对黑洞的普遍理解认为 它可能是恒星死亡后的产物 从研究黑洞200多年的历史可以看出 黑洞的存在首先是出现在人类的方程计算和大脑思考中 在得到科学验证之前 它就已经形成并发展了 而最后经过100年的科学探究和探索 科学家最终证明了黑洞是确实存在的 无论是爱因斯坦,史瓦西以及霍金 他们都没有等到黑洞照片问世的这一天 但他们都用自己的伟大贡献 证明了人类智慧蕴含的无限可能 回顾这段黑洞研究时 我们再来做个假设 穿越黑洞 尽管无数科学家在研究黑洞的道路上潜伏后继 但黑洞仍是宇宙中最神秘的天体之一 黑洞那一边到底有什么 这个问题有无数种猜想 但没人能证实真伪 基于目前的理论 这次是大人的 这次是大人的 均匀